前往太北担任志工 也希望能够为当地的民众宣导华文教育 学生志工团陈水锦同学 除了从事团康服务 也担任教育志工 投入当地中小学进行语文授课 导读绘本图书的辅导和服务 我觉得就是一方面是可能从大学开始 就觉得因为大学算是一个很特别的阶段 就是学生时期的最后一个阶段 就是可以尽情地去尝试各种不同的新环境 去尝试不同的东西 去尝试错误也没有关系的一个年纪 所以就觉得如果可以在这个时期 而且我们又开始就是在私培的这个地方 可以去运用自己的所学去帮助别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只是帮助别人 自己也可以获得很大成长的体验 所以就因为这样子 所以想要开始加入志工的行列 我觉得这是去太北的那个差异性 是真的会蛮让人震撼的 因为像我们从小在台湾这个 就是算是一个我们的舒适圈这样长大 我们已经很习惯比如说我们 可能打开水中头就是透明干净的水 然后或者是我们就是上厕所就有冲水马桶 可是到那边很震撼就第一个就他们的环境 就是他们的水打开全部都是泥黄色的 就是泥土水 然后都是也没有什么冲水马桶 都是用摇水的 然后那边的生活环境就是冲很多 然后也就是他们的教育的环境也不是很好 就尤其是像我们去那边主要就是可能有帮 就是华语教学服务的这一块跟文化职业 然后在那边就可以感觉到他们的 其实在他们那边私資没有那么的就是比较缺乏 然后在那边的教室也是 就是像我们的黑板 他们是可能就一面白墙 然后用黑色油漆涂了一个长方形 就说这个是黑板 就是这样子的教育环境 然后可能老师们也没有 就是他们只要高中毕业就可以在那边担任 就是教师去教导那边滑稳 可是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足够教学经验 去带给小孩子们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就想说能够就是去那边 就是很就是特别就是震撼就是这一块吧 就是也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 就是自己教学这一部分去让他们小孩子们 能够有不同的教育方式 感受到不同的教育方式 回顾志工服务为自己带来成长 陈水锦同学表示服务学习 让自己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 胸襟与视野也因此更加辽阔 十方新闻王天伦正正浦高雄采访报导